大家好,欢迎来到奇比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日本 或提到日本的有趣主题 如果大家对这类视频有兴趣,欢迎订阅订阅 大家对日本音乐界有多了解呢?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位非常著名的传奇女歌手机 做词家 其实如果你没听过她的名字 也是因为她的性格比较低调 在大众面前也没有出现过很多次 虽然是这样,但她的知名度是有真无减的 她靠的是实力,用歌声来传达她想说的话 感动了无数人 她就是板井泉水,Sakai Eizumi 板井泉水其实是一个艺名 她的本名是普世性子 Kamachi Sachiko 她在1967年2月6日出生于神奈川县平总市 她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她的家乡就读 她从小就喜欢写诗 喜欢诗词里的深层含义 她在就学时期也活跃于社团活动 初中参加田径队 高中则参加了应试网球队 大学毕业后的她 在新宿的一家大型企业 第一不动产工作了两年 在1988年 她被星探发掘 从此就从事模特行业 可是她心里知道 这不是她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她想要的是歌唱 把自己想说的话从歌里传达出来 于是不久后 她参加了东映卡拉OK王后选拔 从3000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让自己有了一点小名气 时间来到了1990年的8月 幸子在一场BB Queens 合进争选中输了 但她被一家唱片及艺人管理公司 Being INC的社长看中 便邀请她成为公司的其中一位艺人 从那时候起 幸子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艺名 绑紧泉水 Sakai Izumi 此外 Zad乐团也诞生了 她就是乐团里的主唱 时隔半年后 Zad生平的第一张专辑 Goodbye My Loneliness 终于首次亮相 Zad随后也唱红了许多歌曲 说到Zad 泉水对这个乐团付出了很多 因为乐团的其他成员频频被更换 唯有泉水自己一个人奋力地称着 泉水也对自己的歌要求严格 尤其是歌词的方面 一首歌可以更改了许多版本 把最好的版本呈现给大家 她坚持自己的歌 自己作词 所以大部分Zad的歌曲 的词 都是出自于泉水的笔下 其中几首爆红及破百万销量的歌曲有 Magenai de 不要认输 My Friend 和 摇摆的想念 根据日本Oricon 公信榜的统计 揺れる思い 这首歌在发行首周 就已经是销量排名第一 另外 Magenai de 这首歌唤醒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难题 要有永不放弃的精神 之前因为日本受到很多负面的打击 像是天灾和经济衰退问题 所以大家对未来也会有些负面的悬念 但这首歌激励了很多人 从此这首歌也被日本社会列为日本第二国歌 除此之外 泉水也为多部有名的动漫唱过歌 包括大家熟悉的名侦探柯南 龙珠GT 及灌篮高手 大家想听这些歌的话 我会把这些歌放在影片资讯栏 自板井泉水出道以来 他成为了90年代 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 到了2000年 泉水因为身体不断出现状况 就进了医院 被诊断出子宫肌瘤和暖潮能种 虽然是这样 泉水从没放弃过他的人生 积极面对及接受治疗将近三年 他在住院期间 还是有继续把自己的灵感写下来 希望恢复后可以写出更多的歌 泉水在2003年起 恢复了健康状态 重返音乐界 但在2006年 他被诊断出有子宫颈癌 经过手术后 虽然病情有了起色 但有一天 他返回病房时 不幸从医院楼梯间跌倒 因头部受严重撞击 在2007年5月27日 逝世 虽然至今过了那么多年 日本还是会举办演唱会直播 来纪念板井泉水 虽然他在世上仅有40年的人生 但他的青春和歌声 都会涌住在世间 不会因为时间而被渐渐遗忘 以上就是这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也对板井泉水 和ZAD乐团 有了多一层的了解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期视频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またね を 在 好 看到